100噸跟超級100噸的主要差別 首先是總噸位 總噸位限限100噸大約170噸 超級100噸大約有約310噸 在船長從34公尺增加6公尺變4公尺 寬度從7公尺增加0.8公尺變7.8公尺 這代表船型變大 也代表它續航力從1200海里變1900海里 那浪性承受8級風浪變成9級風浪 重點介紹的是水砲 因為我們就比較新的100噸原本設計是56公尺 但是因為海域情勢的變化 我們將水砲加大加長 從原本56公尺變成95公尺 最後要介紹的是一個它的特點叫救難區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把兩旋或一個收救區 在不僅想結構強度及安全的狀況下 我們在兩旋開個洞 讓離海面大約只有50公分而已 落海民用到我們的收救區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快速的把人救上船 各位看到的這個100噸 也就是我們超級100噸 它的噸位將近有300噸 那我們的功能最主要是要取締越界的鐵殼船 那我們在我們的現有的FRP的巡邦艇來取締是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我們建造了更強 續航力更大的100噸艇來代替我們舊式的100噸艇 我們在漁民的作業安全的維護是我們首要的責任 當漁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的來處理漁民的所需 所以我們在吃上的關係 真的是我們人有一些人 這樣做而且是這些問題